你能跟大家说几句吗 嗯 就 阿尼阿西哟 然后 可能 谢谢 嗯 谢谢 然后就是什么对不起啊 这些都简单的会说 对不起怎么说 Mianada 大家好 我是一滴机辅助MACO 然后 首先进入小组赛的话 比较开心 然后 对 就是比较激动和开心 我没有看过他们之前的比赛 然后 包括他们在联赛期间的比赛 然后 也研究了他们就喜欢玩 黑莫丁格这个英雄 然后我们就今天准备 准备了很多英雄 去对付他们这个英雄 特别准备放出来这个英雄 然后我们去打 好 是吗 嗯 我也是这几天才看到嘛 有在网上看到 然后 还是比较神奇吧 就是能在那种 像广告牌啊 或者是 各种比较 嗯 大的那种商场 那些地方看到 也是第一次有看到这种广告嘛 然后是挺开心的 就是非常感谢这些支持我们的粉丝 其实也没有怎么学吧 就是之前 就是像 Deft 胖在的时候 他们有经常说 然后我也 就是可能听的比较多 就会能听懂很多 学习吗 没有学到很多吧 就经常的就是简单的一些 我会说 能跟大家说几句吗 嗯 就 阿尼阿西哟 然后 可能 谢谢 嗯 康桑米达 然后就是什么 对不起啊 这些都简单的会说 对不起怎么说 Mianada 嗯 怎么说 其实A组和C组 我们都没关系嘛 就是 只能进入这两个组 其实 可能我跟他一样 可能会更想去到C组吧 因为 就可以遇到以前的老队友 然后 然后KT其实也是一支很强的队伍 如果能跟他们交手 能学到很多东西的话 也是挺不错的 目标的话就是 可能小组赛我们 打得更好吧 然后就是很完美的出现 然后就是 慢慢四强 然后就是最终的目标 就是决赛吧 嗯 就这边 感觉那个舞台 离观众比较近 就是 嗯 就是我们说什么 他们都听得到 感觉这个比较新奇吧 然后 这个地方 也有很多那种 手办啊 什么的外面 我们也有去看过 感觉还是挺好的 一个场馆